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情节的确是引人入胜 可是对于爱车的朋友来说 更关注的应该是 精彩情节的背后 到底这些主角们 开的是什么样的车 以往大家会觉得 主角可能都开跑车 但是现在电影 也跟上了休旅风 主角开的休旅车 也能够拯救世界 如果你家里的车库 正好停着一台休旅车 你想要帮你的爱车 稍微装点一下 跟别人不太一样 或者是为你的爱车 换上新装的话 又没有任何的idea 没关系 今天就锁定我们今晚的节目 我们今天也特别帮大家 准备了一些可以参考的范本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不过话说 这个电影 尤其是在过年放这么多天 爱大就已经先预约告诉我说 过年期间我不打算出国 我就是要赖在家里 把电影看好看 那爱大你看了哪一些电影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今年过年 除了家里面艳客 然后带小孩子打打电动 最长的一段时间 就是看电影 那其实现在非常多的串流平台 有非常多新的电影可以看 那我觉得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 蛮有趣的 你看打电动竟然可以跟电影结合 因为这部电影叫做秘境探险 其实它是藉由电玩游戏 所改编出来的一部电影 那主要就是这个主角 要做一个寻宝的过程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 从头到尾看起来还蛮过瘾的 还没有什么冷场 而且你一直在想 他下一步该怎么解开谜题 寻找到下一个这个秘境的入口处 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但是在电影里面 我发觉了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亮点 也就是我们在台湾主流市场里面 最受到欢迎的这个百万级的中型SUV 来了韩系品牌的这个兄弟土桑 在这部电影里面嘎了一脚 那既然是探险 肯定的要到一些这个荒山野岭 或是这个崎岖不平的路面 甚至在无人的丛林里面 那这主角到底要用什么交通工具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现代的这个土桑 那当然这部兄弟土桑 是跟这个 是由现代汽车跟Sony影业 合作打造出来的一台车 它的名称命名为Beats 那Beats你知道 另外一个相对叫Beats的车是谁的车 这美国总统的这个座车 其实一个Beats叫做野兽 那你可以看到 从画面中你看到 哇 这一台现代图上 基本上在这个没有铺装的道路里面 甚至是烂路泥泥地里面 都可以顺利的行驶 尤其现在非常流行 这种所谓末日风格的改装方式 看到没有 前方有大型的防撞感 车顶有这个行李架 以及越野胎 大型的防撞感上面 还装载了这个LED的探照灯 那在这个行李架上面 你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圆锹 脱困板 甚至你的行李如果没有绑好 还会从车顶上面飞下来 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 你就会发觉 这样的一部现代Tosan的这个Beats 可能会是玩家们 这个在Outdoor风格改装上面的一个选项 以及参考的样本 因为你看到没有 一部车子如果要能够涉水的话 这台Beats上面安装了一个呼吸管 到荒山野岭你要能够看得到四面八方的范围 其实现在也非常流行 在车顶架装所谓的灯塔 这个灯塔的意思就是说 前后左右都有相对程度的照明设备 可以让你在这个丛林里面 不会迷失方向 所以这部车子的改装 或许可以成为 现代Tosan的车主们 做微幅调整的一个这个方向 尤其是这台车的改装的悬吊系统 以及它的这个越野轮胎之后 变得相当相当的霸气 还有很长的呼吸管 对不对 那后方也借由这个 可拆卸式的一个这个备胎架 你会发觉后面它也背了一个 非常大尺寸的一个这个备胎 所以在这个翻山越岭的同时 一部好的车子 一部有个性的车辆 我觉得都可以带给驾驶人 带给一家大小 非常欢乐的一个旅途 是 所以为什么现在秀旅车这么行 除了刚才爱大带大家看到这种 末日改装风之外 有一些人觉得说 我比较偏好属于这种 也是都会 奥多尔风 到底有什么样的车可以参考 如果你喜欢香蕾途上 你可能也会看向这一台 来 Iris带我们来看看 KIA的Sportage 虽然说它的扮相更加都会 可是实际上进到我们棚内这一款 可是比较越野风格的X line 对没有错 说真的走在路上 你看到这一台第五代的Sportage 一定会多看两眼 会 是它的设计变得好像更时尚了 而且KIA已经不KIA了 它已经变得就是 它的设计更加的更多的机理线条 甚至还有像这样子 识别度非常高的一个玄标式的LED的日行灯 真的 你看它灯没开到侧面 等于是开到我们太阳穴 就等于说女生化妆好像化那种 眉毛化到太阳穴 就是比较张狂一点点 但是是好看的 好看 是辨识度高的 是会让你觉得走在路上 想多看两眼的 对 然后这一次呢 这个X line呢 其实137.9万 就是属于比较越野风格 对 因为它是四轮喘动的 而且加上呢 它的配备也是配好配满 等于是最顶规的吗 对 顶规的都有 所以其实跟Tusanne呢 虽然它们是双神车 它们使用的是一样的 1.6升的涡轮增压的引擎 一样是180匹 但是呢 在内装的铺陈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外观的设计上面 都不太一样 你会觉得它有一种 adventure那种很冒险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这个X line呢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一些设计 包括呢 像它的这个前后的保感啊 还有侧方的一些下护板啊等等 都有一些X line 专属的运动化的一个越野套件 就是跟一般版本就不太一样 一般版本偏向比较独毁 但是如果是X line的话 就是比较越野 澳大红一点点 非常的有个性啊 而且冠影有沒有看到呢 这个 这个非常特别的是什么呢 它有点算是比较立体式的 它们以前叫做Tiger Nose虎鼻 你说这个地方 对 它以前是虎鼻式的设计 但是呢 它现在已经开始呢 延伸到变成它叫做什么 Tiger Mask Tiger Mask 对 就是它整个的扮相呢 就是变得就是那种老虎的那种 好像那种脏狂的那种感觉了 气势就变得更加不一样了 然后呢 这个颜色好看吧 好看啊 它是消光灰的感觉 不是在额外贴膜的喔 是它原本就有这个 消光夜隐灰的选择 对 在一般品牌里面 有这种消光色的选择 其实很少耶 对 虽然是要加购的话 当然一般都是豪华品牌 才有的选嘛 对 所以你不用贴膜了 对 好帅啊 很好看 但因为其实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 是不喜欢开制服车 是喜欢年轻 有个性化 有一点点像这样子 机理型的线条的 然后那种越野的风 所以刚刚呢 提到的这个XLINE的套件呢 还包含了这一个 这一个19寸的双色 它算是交错式的一个 切消旅圈 还蛮好看的 没错 对 没有错 然后呢 你看又一路延伸到 我刚刚提到的XLINE的 一个金属的 下户版XLINE 专属的套件 对 基本上啊 我觉得它的细节很多 但是堆叠起来 你不会觉得它复杂 以前我们常说 Less is more 就是越简单设计 反而是越好看 可是在这台车上 它有很多细节 可是对接出来却是 你会觉得质感 是加分的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其实因为 因为现在奇亚集团 其实现在已经是全球的 这个前 前五大的一个车厂了 所以他们其实 这几年来 也网络非常多呢 像是保时捷 甚至是其他 BMWR等等的 这个设计师 然后还做引擎上面的调校 甚至是整个车子的设计 所以KIA呢 现在真的是不一样 甚至你觉得 你连开起来的感觉呢 它都是一个欧洲车的感觉 它的底盘调校 非常的扎实 非常欧化 对 不管呢 是想要开那种 像是Stinger那样子的跑车 甚至是开这样子的越野车 你都可以呢 就是感觉可以 突破它的极限 是 对没有错 好 再来呢 你侧面看一下 其实这台车 车格还蛮大的 就是有点 它算是比较偏中大型的 像现在Toussaint也是L嘛 所以它也可以说是 Sportage也算是L版本的 就家常版本这样 你知道吗 这台车 其实我刚刚坐到后座 我真的超级喜欢的耶 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对啊 因为你看 光是这个后座大吧 它的这个轴距呢 就2755mm 我觉得我稍微坐进去 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来来来 你看 你进出就很方便啦 这前面不是我的坐姿喔 都已经有这么宽的空间了 对 还有呢 很贴近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是一个挂衣服的地方吗 对 它除了可以挂衣服之外呢 像冠姨刚刚拿了一个iPad嘛 对不对 其实小朋友平常坐在后面 如果在那边 就是 吵闹的时候 想看电视 想看卡通 想看影片的时候 这时候你还可以把你的iPad 拿来当一个这个架子耶 对 无痛升级 变成后座买家有一个影音系统 对啊 还有它是多用的 然后你看这边有挂钩 然后 然后水水的东西可以放在那 是 买了一些这个食物可以放 然后你看 旁边还有两个 这个USB Type-C的一个充电 然后呢 你看喔 这个椅子喔 其实是很贴心的 它有七段式喔 七段 你看我不见了 对 可以坐的 家人在后面可以坐得好很舒服 你可以坐挺一点点 然后你也可以坐舒服一点点 像这样子中大型的尺寸 你看 一家大小处员要露营什么的 重点是它后座 你刚刚坐进去 我觉得好宽测 是不是 很吸引人 超宽的 对 但其实我觉得这整个车子里面喔 我最喜欢它很细微的设计 是包括这边 D柱这边有一个 很很棒的一个折线的线条 它的那个肌肉的线条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那种 钻石切割的一个饰板 让这整个车呢 其实它在这个细节之中 还点缀了一下 对 我觉得好看耶 不是单一 只是单纯一个饰板 它还有一些巧思 一些细节在里面喔 而且它其实是一路呢 有在这边跟这个尾灯 来做了一个相呼应 对对对 对这个尾灯 我觉得特别也要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好眼熟喔 你是不是觉得很眼熟 不是KIA EV6好像点长这样很像 对 只是少了一个很很惯事的尾灯 对 但是有时候你走在路上 你突然看到你会觉得 EV6怎么长大了 不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再仔细一看 其实就是Sportage 然后呢 你再看然后方呢 也是有这个X-Line的下户版 然后比较越野风格的下户版 对没有错 然后呢 来 既然是比较越野型的车款 就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要去露营啊 对 三天两夜啊 很大耶 它也是拜它的轴距比较长 所以车内空间蛮好的 所以这个后座的 这个空 后行李厂的空间就有高达586公尺 将近600公尺 对 不错 对 而且呢 它这边呢 还有这个 你看哦 一键行道 对 平整度的话 我就算有点斜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放一些大型的物品 因为这个车子的轴距非常长 可是如果我把它卡好的话 应该是比较平整的哦 哦 因为它前面有一些偷整的 你看它还有一个固定的 你看就很平整 是没有错 有看到哦 对 对啊 所以其实你看 真的有时候要车速的话 其实这台车是OK 肯定没问题 而且睡得很舒服 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旁边 后面还有个十二幅在这边 你知道有很多休旅车是 把那个十二幅脱掉 甚至于拔掉就不给你了 所以那它这个基本上 你看这满配 我刚刚说的真的是配好配满 所有的一切呢 都配在里面 所以这样的设计啊 外观上面 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 哇 好满意哦 满意的不只是这样 对 车内更是最大的亮点 对不对 很棒 车内一定要进去看一看 好 那我们进车内 欢迎刚刚说很特别的出风口 你会没有觉得跟前面的 那一个悬标式的日行灯 其实是有相呼应的 有耶 你这样说 对不对 在设计上面 它还是有这样子的小巧思 对 别出心裁的 然后你坐进去呢 你看到的就是新时的 是有点似曾相似啦 就像EV6 对 对不对 很有科技感 双十二点三寸的荧幕 然后数位化的这个仪表 然后呢 这个触控 你看到中文了 好棒 第一台有中文 第一台配备了这个中文界面 我觉得对台湾的消费者来说 就是更友善的 没错 对 当然虽然说现在其实连 Apple CarPlay都很方便 但是有中文当然开始感觉 更好玩 格外的亲切 没错 还有这个仪表上面这种 有点软材质的 然后这种皮质的感觉 配上那个木纹的设计 是 消光的木纹 对 它的质感非常好 那我个人其实非常喜欢 KIA这个中间设计 它是什么呢 它这边呢 其实是触控式的 可以去调整你的空调 然后这边旁边还有旋钮 很贴心 所以它是有实体的一个旋钮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是属于这种 一键就可以切换嘛 对 你知道怎么一键切换吗 这边只要按下去 马上 这边的功能项目就不一样 它就马上变了 对 对 然后你就可以去调整 像是你想要听电台 你想要听音乐等等 对 我们再切一下 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做切换 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看 同一个是不是 同一个界面 但是你切不一样的 它就有不同的显示 超好用的 我觉得因为现在 其实很多年轻的族群 他们就是喜欢有个性化一点点 喜欢个人家与众不同 然后喜欢有新的设计 有一些科技感 对 你光是看到这个 你就会觉得大加分了 对 然后在这边 可以放置手机 然后在前方 这边有引擎的启动键之外 还有旋钮式的排档 然后下方因为 好有质感 然后里面透了微微的蓝光 对 没有错 然后你看它下面还有一个 小小的旋钮 这个旋钮它可以去切换的模式 因为这一台是四轮传动的系统 对 所以它可以 如果你今天要越野的话 还可以把它做一个调整 切换 然后这台车子 刚刚讲到大满配 所以这边还有几个按钮 非常的贴心 天气热的时候开通风 然后天气冷的时候 开加热的座椅 超棒 而且方向盘也有加热 对 其实方向盘加热 我蛮有感的 前阵子我在有一天 真的很冷时度的时候 你会觉得开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整个心都被温暖了 对 过年的期间 不是有很多天 我就是在过年期间的时候 对 所以如果真的很冷的时候 大家其实不妨 如果车子有配备这个功能的话 可以试着使用一下 真的还是会爱上 你刚刚是切换什么 你看它现在变红色 因为我切换了Sport模式 原来 所以它的灯 还是会随着你不同的模式 来做改变 就把心情整个做转换一下 很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你看这边的杯架 其实它也是做一个很特殊的设计 它可以让它变成什么 它可以让它变成植物 它可以让它变成杯架 或者是你要放方形的饮料 对 对不对 或者是圆形的饮料 自己来选择 对 很贴心 所以这台设计一定有进 然后14项的电动调整 配得很满 是双前座 难怪 所以听Iris你刚刚讲说 现在订车真的要等很久 很久 你看现在大家喜欢的全景天窗 这么全景 跟日系车比较不太一样 韩系车就是给你 就是很认真的大全景 通通满配137.9万 难怪大家觉得说 在这个极具的买家 其实大家很会精打气算 对 对不对 每一分钱我得到什么东西 是不是高CP值 他们就会提估 因为我自己驾驶 我也要开得开心 而我的家人我也要给他最好 我要给他最舒服的乘坐空间 没错 所以这台车算是现在目前啦 KIA听说这个单 真的是一直在努力的消化当中 是 所以Iris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KIA的SportiGi 在目前台湾的 这种百万级距的休旅车当中 相当受到欢迎 因为原厂就给你了 你喜欢澳洲风 它就给你这种越野的风格 X Line 可是如果呢 你选的品牌呢 它并没有这种所谓的 越野澳洲风的一个风格 或者是套件的话呢 你要怎么样自己来改装 就好比我们非常熟悉的 Honda的CR-V 艾达 带我们来看看 好的 冠鱼我来啦 哇 这一台好不一样喔 是 你有没有发觉这一台车呢 其实蛮像那个 秘境探险里面 有 Tuzang Beat 那种末日风格感觉的一个车辆 上面再多几个行李就可以了 没错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台车呢 是Honda CR-V第一代的版本 谈到第一代 你有没有想到 我之前也有一台 第一代的RAV4 也是改的像这样子 轮胎稍微外扩 然后呢是越野胎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不过这一部 Honda CR-V的这个改装呢 我觉得它更具备有这种 末日风格的一个感受 真的 那当然其实我们谈到这个 以中型百恩休旅车的 这个市场来说 早期呢1999年有这个Honda的CR-V 有Toyota的RAV4等等的车子 都是其实都是采用进口的方式 在台湾销售 那真正你看到车身的尺寸 你会发觉 我那台CR-V是不是比这个小不少 对你的RAV4真的比较小 我那台RAV4对 这台CR-V及车身尺寸上来讲 大了不少 所以其实在当时这种SUV 导入到台湾来的时候呢 CR-V才是这个销售的 Number 1 那再来到了后期之后呢 RAV4才慢慢慢慢一路往上 这个把销售数量拉起来 不过确实就变成了 国产的销售冠军是CR-V 进口的销售冠军是RAV4 这个RAV4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 做了哪一些的调整呢 让它这么样的具备有 澳洲越野的一个这种风格 首先呢 你看这部车以年份上来说 其实车龄都要超过20年了 对不对 20岁的车子能够维持一个 这么好的车况 我想这对于玩车人而言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它有很用心在顾车 对 没错 首先你看它整个外表的漆面 经过了重新的烤漆 而且呢 经过了镀膜 经过了抛光 所以以黑色的车身来看呢 是相当的具有质感 以及一种神秘的感受 对不对 再加上黑色的车子呢 现在好像比较流行这个颜色 认为说开黑色车的人呢 比较成稳 比较有魅力 比较有沉稳的一个风格 比较专业的一个这个形象 那当然其实 如果说用这台车 原本的样貌来看 你会发觉 你看它这一台车 车身的大灯的部分啊 也经过了更换啊 其实它在车内的部分啊 这个大灯的内侧 换上的是这种 现在新世代的这种 鱼眼的这个透镜 鱼眼的透镜 鱼眼的透镜 所以它让这个灯的 这个照射的角度 光型跟亮度 都会变得比较 比较好 更在外面的时候 越野的时候呢 在山林里面的时候 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展现啊 那所以可以来给观众朋友们 作为一些改装样本的参考 不过其实在台湾法规上来说 对于这个 灯具的改装 灯具的改装 其实有非常严苛的一些要求啊 可能要通过一些这个 政府的检验的规范 那像现在流行的这种 所谓低耗电啊 然后光度又好 这种LED的光源啊 在旧款车型上面改装的时候 你必须要到街里站来 去做一个检验 行照的更换嘛 对 那它会在你的行照上 助记做所谓的 LED光源的部分 那再往下走 你会发觉 以前呢 早期你看到爸爸开的这个一代CRV 这个保险感啊 全部都是没有颜色的 就是黑的啦 防刮材质面的 那当然车主非常用心的把这个保杆的部分呢 包含下缘呢 包含甚至叶子板两侧 这个小轮壶啊 它全部采用的是所谓的亮面的涂装处理 这个就蛮反其道的心 一般如果它真的有去越野的话 应该是防刮 对不对 反正现在就是这样子 如果原厂给你防刮 你就要把它改到烤漆 那原厂给你烤漆 你就要把它改成防刮 因为人总是 玩车的人总是有一个这个 不同的想法 创反调的一个这个做法 了解 那当然在这个保杆上面 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是 怪姨你看到没有 前面这个 这个是 小小LE光源的一个这个设灯 那当然 其实你把它定义成雾灯的使用上也OK 但是事实上呢 我刚刚其实在我们讲到的时候 现在比较流行就是说 四面八方都有LED的光源照射 对不对 在你到荒轎岩里的时候呢 你可以知道 不是只有你前方的 前方的这个路要看得清楚 因为你可能呢 经过Offroad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修正你的路线 你可能要倒车 你要看你的左边 有没有悬崖 右边有没有山沟 这时候呢 光源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个呢 也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种 这种越野车的这种 砍入式的这种LED灯 第一个他基本上他要把这个 包心口挖一个洞 对 然后再把这个LED灯砍入 然后透过螺丝的这个锁附啊 把这个灯固定在这个 钱包杆的里面 可是就像艾大人讲的 他这样改法有那种末日风 是 非常有这种越野的这个风格 那其实另外一派的 派流 流派的改法 就是说像我那边 我那时候不是在这个车头的部分 装了一个这个 长条形的LED的light bar 是属于他light bar是属于 长条状的 他那 就变说 他可以有 LED光型的一个这个变化 可能他有散光型的聚在两侧 让你的左右两侧的视野是宽广的 但是你要往前看的时候 他也有聚光型的 往前面照射 然后让照射的是非常的这个清楚 再来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一块红色的板子 有没有 有 有 这块板子上面还写了什么 CRV 很明显 它是一个当年的原厂的升级选购的配件 是哦 是不是 关于越野车我们在强调什么 那个护板 进入角 穿越角跟离去角 那前面的这个保感的这个高度 就有关于什么 整个车辆进入角的这个差异化 那当然虽然拥有了不错的进入角 可是有的时候你这个路面还是不平整的 所以借由一个这个下护板 来去做前方水箱下缘 甚至肌肉有底壳的一个这个防护 那让车主非常用心的 把这个当年原厂升级的这个配备 把它施以红色的涂装 让它在整个全黑的车型上面 有这么一点点颜色变化的感受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都可以成为观众朋友们 整理你家老车时候的一个参考 那当然你要决定你的改装风格 有的人走都会风 有的人走末日风 有的人走越野的凹豆风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台车 来到车侧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这个行李架其实是非常必要性的一个这个装置 如果你要向内部 上面要装一个行李盘 要能够承载什么 比如说圆锹 水箱 十字稿 备胎 甚至瓦斯桶 你有露营的人就知道 车上可能都会载着一个瓦斯桶 这个行李架其实就是非常必要性的一个 这个配备 但是讲到行李架我觉得在这台车上 虽然它整理得非常的完美 不过有点点比较 我觉得这是所有玩老车人的痛 到于橡胶材质的零件上面的取得难度 其实是非常的高 你如果以比较常使用 例如说像这个我们所谓的窗边的这个水切 我们窗框的这个叫做泥槽 这些橡胶可能在这二十多年的车龄来讲 取得还取得上面还没有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 但是怪盈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行李架拆下来再去做的烤漆 可是你会发现行李架跟车身中间结合的 这个底座的这个橡胶块 已经有一些些的破损了 如果我们镜头等一下从这个地方拍的话 你就会发觉这个行李架的这个底座的胶条 是有一些些的破损了 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那现在呢 这些改装这老车的这个流派 你会发觉它喜欢采用全部的玻璃都是通透的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隔热子的一个 但现在是因为我们把窗户打开 所以它前后都是开的 那你可以发觉车门打开 其实也很有乐趣 因为为什么 早期的CRV的一代 你会发觉它的电动窗四个控制器 不在中央扶手上面 竟然在这个左边的仪表板上 有没有 也不在门板上 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关于我想请你来看一下这个脚踏板 这也是在JDM日本风格里面非常流行的 这个所谓的方格旗的一个脚踏板的改装 那关于你发觉 我如果上车的时候 你会看到 其实这个车主非常用心 还设置了一个灭火器 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用心 那在这个早期的CRV老车 他们我觉得还有一些蛮不错的设计 其实在现在看起来都还是非常的棒 而且我觉得也是现在车辆所缺少 以早期来说它会保留什么 保留整个前座跟后座中央的通道 就是让你可以从前面爬到后面 后面爬到前面 那如果要用扶手的话 其实它原厂也有设计这个扶手 可以让你手来去靠 但是那自卑架呢 在哪里 前面它有非常多尺寸 大尺寸的自卑架 之外呢 原来是这样设计 它在右前座的侧面 它有一个可收折式的平台 刚刚我们是把平台折下去 所以你会发觉呢 就可以变成一个中央走道 但是我们把平台拉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它是两个完整的 这个自卑架来去做使用 所以这是我觉得早期车辆的设计上面 非常用心的一些地方 很有弹性的一个设计 很有弹性的一个使用 而且我觉得它比较兼顾的 各式各样用途的需求 那么来到车尾你就会发觉 很特别很特别 其实这么大的尾翼 真的很大 你想说是哪一家改装厂出的 关于我告诉你 这个也是原厂的改装套件 是喔 当初就有这个原厂的改装 所以你现在发觉我们看到 每次看到台湾本田 导入的一些新车 你会发觉 它同步在新车上市的时候 它就会加入什么 有个套件车 加入这个所谓的套件车 它完整的马都罗的套件 都会在这个新车的选配里面 你可以去加入个人的 个性化的改装 说到台湾本田 最近听说这个喜美也进来了 你说Civic的Ehab吗 对对对 我觉得还蛮期待的 来 冠宜再来看到 你看到后面这里 它背了一台摩托车 越野摩托车 这个也是其实在现在 大家走所谓的四加二的风格 这个加二就是加了一台脚踏车 你不要说这是摩托车 冠宜 它是脚踏车 这是脚踏车 你看它有脚踏板 真的耶 有脚踏板 看起来好像火车喔 它是具备有电力驱动能力的 一个这种越野形态的脚踏车 所以包含了前面 它是所谓越野功能的一个轮胎 然后后面这个脚踏车的部分 也是前后都是越野的 而且前面还具备有避震器 基本上 它只是 你要说它是脚踏车 它真的是没有错 因为呢 目前台湾的法规 对于电动这种辅助自行车的一个规范 如果你没有脚踏板 你就必须要到监理站 要去挂牌 挂牌 可是如果你有脚踏板的状况这样 这个车是可以直接骑上路 这个可以直接骑上路 但是它一样具备了电力辅助 那说实在它可以算是 这种微型越野车的一个样板 那当然你看看 开着这样子一部 一代的CRV整理得非常的棒 然后呢 开到了又它有这个越野的轮胎 避震器也经过了改装的升高 所以它到这个荒山野岭去放下它的 越野自行车 越野自行车 来去体验这种游走山林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当然观众朋友一定会问 那我要怎样才能载着一台脚踏车 首先其实它是利用了这种 类似拖车沟的一个安装方式 其实以拖车架来说在分为美规跟欧规两个系统 那欧规的系统就是所谓的50mini的一个圆球 一个圆球 那美规的系统就是这样 它是所谓的方孔 它这个方孔式的设计里面可以插进拖车的圆球 也可以插进像这样子所谓后背式的 膝车架 膝带的膝 膝带车辆的一个这个架子 所以它就变成变化性会来得高一些 讲到这里就觉得早期玩车 没有那么多的法规限制 甚至在改装厂商的资源 资源的支持之下呢 还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变更 其实如果你现在买新车 你想要安装拖车架呢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目前的原厂对于后面拖车架的安装 是非常非常的不友善 你就只有两个品牌 目前是没有 几乎所有的品牌都不友善 我了解就最多 花了很多时间去查询之后 就只有Land Rover跟这个Volvo 这两个品牌是对于 如果你有督这种修旅车 不管是修旅车或是旅行车 你有安装拖车架的需求 它原厂是给你可以提供 你一些相关的文件 甚至原厂就有推出 相对应的原装套件可以确保 整个在拖载使用上面的安全 是 看完爱大家介绍这一台CR-V 是不是觉得感觉我们看到台湾版的 CR-V Beast呢 真的很帅气对不对 但是未来呢 多功能的车款到底会长得什么样子呢 奥迪给了我们一个非常 Shark的答案杨斌 是的 奥迪最近推出 Active Sophia概念车 它结合了SUV的实用性 还有越野功能 而且在外形上呢 有奥迪自己 Sportback的鞋背美型 还有在功能上呢 还结合了皮卡的功能 怎么说呢 我们从外形来看一下 它的前后保感及侧群呢 都有大量的防刮材质 而且我觉得它最吸睛的是 它搭配了22寸的铝圈 而且是配备越野轮胎 所以非常的吸睛 还有视觉的张力 另外呢 它整个离地高度 居然有20公分之多 所以它的越野能力呢 是非常的好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 它有皮卡的功能 它只要把它的鞋背呢 往上伸 就可以露出它后面的载务空间呢 是开放性的 所以呢 你把车尾放下来之后呢 你不管要放高尔夫球具啊 或者说像我们刚刚有看到的 越野的电动脚踏车呢 放上去都没有问题 而且另外呢 它的这个车顶的天窗 是设计在左右两旁 所以它中间的车顶呢 在放上夹具之后呢 还可以在滑雪的雪板 所以可以说是十足的玩乐风 这很厉害耶 是的 这台车 另外呢 如果说我们进到车内里面呢 它有配备四张独立的座椅 驾驶跟乘客呢 都可以透过VR眼镜 来虚拟的来控制整个 包含你可能冷气的风量啊 或是灯光 所以它在车内不需要实体的按钮 这个也非常的厉害 那整体来说呢 Active Severe呢 它是采用福斯集团 PPE的电动车平台 那跟之前所发表的 Grand Severe 还有Urban Severe 都是相同的 它前后轴的马达 加起来可以输出436匹马力 而它的续航里程 也可以达到600公里 另外呢 整个在充电架构部分 是采用800伏特的充电系统 所以它在25分钟之内 就可以达到80%的充电 相当厉害 你想要把你的休旅车 家里车库里的一般平凡 路上看得到的休旅车 来进行改装的话 除了刚才我们带大家看到的 这种CRV之外呢 来 我们来看看 原厂怎么教你来改装呢 没有错 其实在现在刚开始 刚结束的那个东京的改装车展 其实这是全球车迷 都会去关注的一个盛会 那它TOLTA的RAV4呢 其实他们有推出了 这种三种的改装的车型 可以版本 可以让大家参考 比如说像是RAV4的Adventure 那其实这个版本 其实国内车迷 其实应该是也不陌生 对 很好看其实 对 其实它有用不同的车色之外 最主要是在一般版本的RAV4的底下 它再加入了那个比较下面 前下扰流这种防刮的材质 那种金属的 看起来外观是会比较粗犷一点点 然后再来铝圈的部分 它也换成了这种深色的这种铝圈 看起来就是会有一点运动风 然后再来还有 还有如果想要稍微有点外观性的话 运动风的车迷朋友们 其实可以关注 其实它有推出一个RAV4的 SPORTY的这个版本 那最主要呢 就是顾名思义呢 其实在我们的前保感的下缘 会有个扰柔套件 侧群同样会有扰柔套件 加上车色呢 是用2tone的这种黑白的设计 然后铝圈呢 也改成那种黑色的 黑色的这种造型 然后包含了我们原本既定印象里面 前后轮拱这种防刮材质 它也用车身同色的烤漆的这样处理 所以那看起来是 会比较有热血运动风一点 同时你会觉得车高 好像稍微低了一点点 比较低啪一点点 比较符合这种稍微有点运动 跑房车的这种氛围 然后再来RAV4 还有一个OFFROAD版本 这个版本就像刚刚开始 节目开始艾达跟大家介绍的一样 就是它有点末日风格了 它的那种比较强悍越野的风格 它就在这个车型上面展现 比如说它的前保杆是完全不太一样了 而且用大面积的这种防刮材质来去铺陈 包含前保杆水档护照 下保杆 下巴的部分 然后前后轮拱的部分 甚至连旅圈呢 它也换成那种越远的旅圈 然后轮胎也是用越远胎 再来它车顶也是加上了一个行李架 让你可以绑一些行李 或者是一些工具等等 甚至在我们车后方侧边 它还给你装了一个备用的油箱 这个油箱是要让你放备用油的 有时候因为我们在这种探血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OFFROAD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 你可能在加油的地方 你可能找不到 对不对 有时候油药的补给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在荒山野里 所以有时候因为基本上你要去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你想要的路程 还有你剩余的油量 再加上你带上备用油的话 可以确保你在整个探险的过程中 或者路途中 不会有缺油料的这样的一个危险 没有能源危机 是然后像这样的OFFROAD 这种车型的 它就真的比较适合这种重度越野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有看到的是 一些非铺装的路面 就算是比较崎岖的它也可以 因为你看到它这个车高其实是明显 比较高一点点的 那你要去溯息等等的 像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做到 这样的设定 然后再来 假设 ROFT CROSS ROFT CROSS 其实它不是一台ROFTBALL 它是一台COROLA CROSS 因为COROLA CROSS其实在 日本市场其实也卖得很好 当然国内消费者也非常的熟悉 假设你想要进行一个改头换面的话 其实日本那时候 改完车场上面 它有推出一个专属于ROFTBALL的前脸 它等于说你用ROFT CROSS 去改装它的水箱护照 ROFTBALL的水箱护照 所以看起来 人家车都看起来 它确实就像一个 像ROFTBALL的那种视觉造型 当然它也透过了一些轮胎的更换 加上车顶架 还有包含的车顶的探照灯等等 它就把它做成像 有一点越野风的这种感觉 Outdoor的风格就显得非常强烈 是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 像这种非常有风格的日系改装派之外 如果你开的车现在在台湾的市场卖得很好 你也想跟别人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话 来 杨冰带我们来看看 这一台可以说是去年上十月上市的时候 销量就相当的惊人 而且我们现在马路上能见度也越来越高了 AMG的HS 它的外装上面 其实我们要仔细的来看看 它到底车主改了哪一些地方 是 这台车真的是去年话题度最高的车款 而且你要买车大概排队现在订单 也是接得非常的满 我朋友年前订要等到四月 就等到四月还不一定可以交车 他说预计是四月 那车主真的非常幸运 他在去年订车之后 算是在十月底算是第一批交车 恭喜他 而且他在交车之后 其实已经有预定好一些改装的行程 还没交车前他其实就预定好 改装盘都已经买好了 他那改哪些地方呢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其实车主当初他在买车的时候 算是他人生的第一台车 是一位女车主哦 是哦 而且他买来他就是要针对 他要想要露营 所以空间一定要够大 所以他时候看到HX 他的空间还有他的整个内装呢 他非常喜欢 所以就马上下定了 那在改装的部分呢 我们从车头灯先来看一下 因为他经常会去山区露营 所以他在左灯的部分呢 他是有贴黄色的贴膜 他这是用贴膜啊 我想说他跟原厂不太一样 另外一边的灯是正常的 可是这边只有左边贴 为什么 就是保留说一边的话 我们如果说一般晚上的话 白光你的照下去 你的行驶的能力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你遇到雨天的话 你的灯 或是雾 对 或是雾的话 你的光线的穿透力呢 黄光是比较好的 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那在当然他这种改装的重点呢 关于我们来到车了车来看一下 他第一个所改的是他的铝圈 整个铝圈呢 他是从原本原厂的18吋升级到20吋 而且搭配的是RICE的G25 算是非常经典的锻造铝圈的造型 那时候我们在想说 为什么要升级到20吋呢 你再往下看就会发现 他的刹车系统呢 变了 他升级的是GTR 前面是对GTR的前面对6卡钱 后面是对4卡钱 而且刹车盘的部分呢 变大 变大了 前面是400的盘 后面是380毫米的盘 所以你一定要用20吋的轮圈 才有办法塞得下 这样子的刹车 原厂是配18吋 我记得标准配备 对 所以他在试车之后呢 觉得说他的制动力呢 是觉得稍微有一点不够 所以这女车主 我想他的整个对车的架势 女杀手来的 对 也是非常强悍 另外呢 我要跟官耀展示一下 他有声控 来 我们把车身来降低 哇塞 这个声控很酷耶 其实不是声控啦 这一套呢 气压悬吊呢 是车主在幕后呢 透过APP连线 所以他用蓝牙的方式 就可以把车身降低 因为我们刚刚的车身高度呢 算是原厂的高度 所以你如果要去露营啊 或是要做一些越野的话 这样的车身高度才足够 对 但如果说呢 因为女车主 平常开在路上 对 开在路上 你希望说开得比较快 或是说在乘跑的时候 操控要比较稳的话 那你就要把车身降低 低趴的姿势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女车主 也有在跟人家乘跑就对了 也没错 这个真的太酷了啦 所以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它的整个避震器行程 是可以降低12公分 那整体的 你有讲错吗 12公分喔 对 所以它的 很多耶 距离是非常大的 那实际上反应到车高的话 大概是10公分左右 所以我们刚刚原厂的话 大概你的轮拱 你可以放四只指头进去 有四个指幅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整个轮拱的叶子板的部分 是已经盖到轮圈了 对 基本上真的这个车主 平常一般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你改车悬吊 主要就是一定是 比较喜欢去乘跑的人 但是他又喜欢越野 又喜欢跑户外 又喜欢露营 对 那他又必须要升高 没错 那我们再把车身高度来回复 到原厂的高度来看看 很酷耶 立马就弹 所以速度是非常快 对 那另外呢 其实车主他针对动力的部分呢 也有提升后面的排气管 尾管的部分先换掉 因为HS算是去年十月 才陆续到台湾 没错 所以目前还有很多 包含排气管的部分呢 还在开发中 那刚刚跟车主聊 他未来可能也会想说 针对全段的排气管都去换 好热血的女生哦 对 因为以涡轮增压车来说的话 你把排气管换掉 你的动力整个提升呢 会非常的多 比较有感 而且声音也会更好听 对 那以目前只换尾段的话 我觉得现在声音来说算是 比原厂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而已 算是还蛮安静的 那另外呢 因为车主他喜欢露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后车厢 他也是有巧思在这边的 有玄机吗 我觉得女孩子的改装啊 真的就是很精致 然后 藏在细节里面 是 你一定要说 你可能才会知道 哦 原来他改装的用意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一样有电尾门嘛 对不对 哇 非常可爱 女生只要看到亮亮的都会哇 为什么他有三角形圈圈叉叉 是啊 那如果在露营的时候呢 因为你要载很多东西嘛 所以他会把整个后座给放下 再加上防水盘 所以你有一些 比较脏的鞋子啊 或是一些露营的器具 就可以直接放到车厢里面 OK 所以他有用防水盘 但我眼光比较注意的是 为什么他后面上摆 所以会有这么多亮亮的露虹灯呢 而且呢 他下面还有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 哦 原来 其实他玄吊是藏在那个下方的 这里面的话主要就是 刚刚我们上升下降 他的气瓶在后面 而且他这边后面有一组空压机 当我们如果气体用掉的话 他就用空压机来打气 把气打爆 所以他那个露虹灯亮亮的 也是从这边来通电 没错 对 也是让整个我们 一般打开后车厢 那个气氛是非常的好的 很酷耶 兼具了一些那种视觉系的改装 这个改装的确是第一次看到 还蛮有意思的 当然其实很多的车主 在为自己的爱车进行装点 不是一次就到位 一定就是渐进式的 慢慢的加 慢慢的加 让你的车更加的完整 更加跟别人不一样嘛 那现在阳铭带我们看到的是 MG的HS 那经过车主的巧思之后 有一些不同喔 接下来MG在台湾的市场 还会提供2.0的 就是比较更好的动力的 甚至于呢 他直接这个2.0版本就是剑指了 福特库嘎的2.0高性能版 艾达 你对于这个MG这一招呢 你怎么看 没错就如同杨斌所说的 这个MGHS这个车型确实是在去年 这个话题性最高的一个车款 他有这个1.5T也就是我们现场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车型 也有PF的车型对不对 但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啊 哇 他在这个能源局的网站上 又多出了一款新的MGHS的车型 那你就从能源局网站上 你就会发觉啊 他要导入的是2.0升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的 这个动力来源的配置的车型 同时具备有四轮传动系统 那当然他的动力呢 既然来到的是2.0T 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他的这个动力输出表现呢 也会相当的不错 他有231匹的最大马力 以及37.7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那刚刚冠宜提到了 这个摆明的就是剑指福特库嘎而来嘛 因为福特库嘎一直是国产的这个 有四轮传动修旅车啦 再加上是动力最大的一个这个车型 因为我们看到 以福特库嘎ST-LINE的X来说呢 他同样是搭载2.0升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他的最大动力有250匹 以及38.7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就数字上面来看 你就会发觉 他比MGHS的2.0T的这个动力来讲 要更大一些些 但是以车型来说的话 走到这么接近的一个动力数字来看 可能差异并没有很多 要到时候车子来了实际跑跑看才知道 再加上整个车子的这个车体的结构 底盘悬吊的设定 对于整体行路上面的一个表现 在动力及这个底盘 是不是能够匹配上面 这真的得要实际车子测试了之后 才会知道 那不过在这个急剧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都是家庭用车的一个选项 除了动力 要带给这个驾驶人 也就是爸爸很好的驾驭感受之外 荷包也是要兼顾 所以油耗的部分 相对而言也会是 这个急剧买家所在意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福特库卡油耗的 每公升的汽油可以行驶12.1公里 但是根据能源局的资料看起来 MG的HS2.0T的车型 每公升汽油只能跑10.1公里 也就是说每公升汽油两者的相距 就来到了两公里之多 这个急剧的这样的一个车型 根据国人用车的一个习惯 每公升汽油差两公里 就差距的非常的大 尤其是如果说以其他的一些 1.5T引擎的车型 那个都14 15 16以上的油耗表现来看的话 如果只有10 这可能会是他在于进入市场上面 销售上的一个比较 适合